我妈就是摆着这小百科 哎曹爷爷 我俩也行 买点洞梨洞柿子的 你吃过吗 挺甜 好吃啊 甜 两块酒 两个钱 拜拜曹爷爷 我妈说这样的小柿子是最好吃的 我还想要点黄桃回去做黄桃罐头 大洞柿子两块九毛半 冬黄桃五块九毛半 七大纯特价 让一挑梅了 平补特价 调点是 够吃就行 那个黑 那黑不坏的呢 哈哈哈 草莓特价 八块钱一盒 这样大的呢 这是我们东北当地的大黑洞梨 你用冰糖蒸就行了 这黑的甜 越黑越甜 这个黑 东北特色 那天和我妈买个斗驴斗柿子 就在这一块你自己找吧 我已经给藏起来了 这一块 锅里 你看你能找到你就吃 你找不着就拉倒 看来啥子 是什么呀 这银里 这银不可能 要不就是个铜 底下 哎呀它在那里跌不可能的 没有 一看哎呀这有一包包不细 这银里都没有 嗯 这四十点种银这么费劲呢 东四个银里 这个才给藏银子 捧着嘞 你捧着的话都没有脚印 啊这咱有脚印 好啊 好啊 我扔进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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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那谁能看到啊 哈哈 尝的真仔细哈 知道我们为什么好吃的都东藏西藏吗 因为暴露 物边暴露的太多了 猪肉大家都知道藏哪了 我家的菜你们也知道藏哪了 这洞里洞市的不得已 藏到后院来了 啊我找着这么费劲 我一般找东西我丑脚印 铁的你在身上找到啊 在十五年以前 我们家没有拆迁 然后家里第一次吃巨子 然后买了好多猪肉 也是像今年一样 一块一块分好了 放到仓房的沙子里 呃再一个刮大热烟炮的夜晚 然后白天 是好像是白天呢 白天呐 白天溜达 这会景气很高啊 我一直以为晚上 那时候我家也有狗 你妈上班了 家里有俩狗 那天还特冷 嗯 还刮烟炮 把脏子给摆摆了 嗯 我家的猪肉 还有我的雪糕 就都不翼而飞了 对 虽然说感觉应该是熟人作案 还有一个皮大衣呢 哈哈哈 他一把砍刀 哈哈哈 你说又没有监控 又没有证据 你上哪找去 找不着 连脚印都没有了 刮大烟炮全也刮没了 嗯 然后所以说 今天我们就提高警惕 对 放点最来水 我们北方的自来水 夏天都可以这么喝啊 你最好不要生 姑姑妈 我跟你爸之前就是这么喝 就是你俩今天觉得喝 摄不水好 里边还冻的 心是冻 这啥吃法 新吃法 嗯 高端吃法 这一下子我跟你讲 这洞里你就买不起了 哎 你吃这个 我吃这个 哎 哎 这个皮这样还是非常甜呢 哇 你要全化了 他就桌水了 一桌是不是 然后现在也能吃 嗯 我们小时候 你要吃东西 嗯 你也活时间 你知道 你买买多少 嗯 你俩是那个 你记不记得咱买土豆 那种袋子 嗯 这么一袋子 回去一泡 用水头 还便宜 嗯 现在时候也不够 两块五一斤 两块五 那时候是几百年斤 那时候你几百块钱能去洗 对呀 嗯 嗯 这个挺好的 你说我爷爷奶奶那一半 二十来坪可以住四口人 现在七八十坪住两口人 房子呢是越来越大了 人口是越来越少了 但是为什么这个房子 感觉越来越不够住了呢 嗯 大家好 我是小刀 带大家看看我和大鲁蛋 操销长大的地方 咚咚 这就是我奶奶家 中间雷厚 对 这个低矮的小趴方房 里面当初可能就二十来坪 一共住了四口人 我我哥 然后还有我爷我奶 我们四口哈 那时候住二十来坪 一点都不觉得小 二十来坪房一补炕 那属于 那时候我和我哥小 所以没事 就是那家四口睡在炕上 你四五岁 你哥七八岁 嗯 那是小 后来我爷爷奶奶去世 我们家呢就在这附近 买了一个小平房 为了我上学 嗯 嗯 那个平房可能能大一点 是五十平 嗯 再过几年呢 我们就换楼了 嗯 前段时间呢 只要是我一拍在楼上的视频 就有好朋友有疑问 说哎 怎么看其他网红 在什么饶河县城 周围的县城 买的都是比较大的房子 为什么你们家 就都是小两居 无论是父母 还是我们小两口 都住的是小两居 这都挺知名的 今天我就给大家看看 我们为什么住的都是小两居 有好多朋友 都不了解我们冬王红林夜局 就是的现状 我们所有住的这些楼房呢 都是属于在零几年的时候 进行的棚户区改造 是那时候平房换的楼房 对对对 那时候是五十平 换的六十多平 嗯 中间差的这个十平的话 就需要你自己掏钱补 一平的话 相当于两千两块钱 嗯 嗯 所以我们家现在住的就是六十多平的小两居 然后我带大家看看我们这边卖房的广告啊 大家就能大概的看出来 哎我们冬王红的户型是什么样子了 映入眼帘的这个小区呢 就是我们冬王红的金泉小区 嗯 这也是我们家住的小区 这小区一共是十六多楼 在我们冬王红 属于是小区也是属于最大的了 给你们看看金泉小区 四楼五十平方 这绿州高层门是八十三平 这属于大的了 然后你看这个 红旗六十五平 两室一厅南北通透 那这个三十五的应该是老楼了 三十来平 那里写的是六十四平 六十五平 八十平 临城二楼七十平 这种高层的话 刨去公摊 其实面积跟这些多层也差不多了 这旁边呢 就是我们冬王红的植物园 冬王红虽然你不要看着小 但是三部一个小公园 五部一个大广场 那个养老还是挺好的 下面带大家看另一个小区 这边你看它也挨着正经部门 然后这块呢就是小区了 就六多楼 前面的话又是一个小区 我们这小区都是开放式的小区 没有大门 四头八大的 哪块都能出去 看看六十二平 七十七平 六十三平 然后这还有你看 六十一平 我们这好多都是当荤房的 四十八平 你可拉倒奔 你那平房高西老远了 五平多大 你的不是冬王红镇上 你镇上买个东西啥可麻烦了 为什么我们冬王红就是没有大平房的房子 第一吧 是咱这没有大的开发商过来 当初都是澎湖区改造 了解我们都要红实际的情况 咱这呢 普通老百姓手里边没有这个 没有这个 你搁啥买那么大的房子呀 冬天要交取暖费 取暖费就是占比较大的一个头 平房越大的话 这个取暖费就越高 你像大家经常在评论区 我看在评论区底下哈 大多数都是住三四百平的房子 三四百平的话 你要算三百平 三三九千丁一万块钱的取暖费了 咱我们东方红这可能是 可能是一个人半年的工资 从当地的老百姓吧 真的是负担不起 还有一点呢 就是咱我们东方红这块 现在大多数都是退休的 孩子呢 可能毕了夜上完高中之后 在外面都已经安家落户了 对 上外面发展去了 就不回东方红了 你说你要个太大的房子吧 也没什么必要 我都是意外回来的 对于我们东方红的老百姓来说 其实六十来平的房子 真的是已经很心满意足了 因为在我爷爷奶奶老爷那一辈呢 可能才住的是二十来平的 是离场给的房子 然后到我父母他们这一辈呢 是从二十平越到五十平 属于是翻了一番了 到我们这一辈呢 越到了八十来平 就是房子越来越大 但是呢 好像越来越不够住了 那为什么呢